一瞬间 一瞬间 一瞬间就来说就是 当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 突然浮现一些画面 而当歌一结束后 画面也根正消失 而这一切就只在一瞬间 一瞬间虽然很短 但他却有一个人生那么长 一瞬间对我来讲 我会喜欢拿它 用来形容感动 一瞬间的感动 因为我可能做起来就很有那种感觉 一瞬间的感动最想的 一瞬间对我来说 就像风一样 休息一下就过去了 一瞬间在我脑海里就出现两个字 珍惜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因为或许 在下一步 我们可能会失去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一瞬间说起来很出向 可是当它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 足以让你怀念一辈子 你问我什么是一瞬间 一瞬间 一瞬间 晚上 那就是一瞬间 其实一瞬间对我来说 是我大学生活的回忆 而那些点点滴滴的回忆 成为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瞬间 一瞬间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回忆 不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过来0.36秒都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一个记忆 一瞬间 就好像我看到你的时候 小路浪脏的那一刻 一瞬间啊 一瞬间就是我周围的东西都在改变 可是我的身高 依然不变 我觉得啊 一瞬间就是好像你在走 你走在马路上面 或者是你在搭大乘交通路去的时候 你突然灵机一动闪过那一个画面 或者是闪过那一首歌 这样 有些人问我 一瞬间是什么 一瞬间可以让人开心 可以让人难过 因为一瞬间有一种社会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因为它超棒的 只要一瞬间 就能改变你的想法 一瞬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一瞬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所以好好珍惜每一瞬间 好好做每一个决定 最重要的是不与无憾 一瞬间对我来讲 就像这个活动一样 还来不及享受 就这样一瞬间过去 就像一佛这样 一瞬间在我拿马里 找到的答案是 一瞬间 一个决定 将影响你的一生 把握每一瞬间 做好每一件事情 那每一瞬间 将会成为你永恒的回忆 一瞬间 就像缘分一样 若不赶紧抓着 就没 有一瞬间 我觉得最要美丽 可是就是那一瞬间 一瞬间 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叫一下我美妙的声音 耶 一瞬间对我来讲很臭 因为 它有一种异异味 一瞬间对我来说就是 就是这样子 一瞬间 就很常这样 一瞬间就是 诶 一瞬间就是 我的一瞬间就是 我的一瞬间就是 哈哈哈哈 第十九届威京創作法 零点三六秒词曲創作发表会 在这一瞬间欢迎你 一瞬间 那是我失去的青春啊